确诊人数爆量也让不少医护工作量吃不消 护士工会理事长陈玉凤就在脸书转发一名护理师的心声 表示护理人员大量确诊但生病了还要上班 变成确诊医护照顾阳性病患 甚至为了不让医疗崩盘 现在很多的护理人员反而不愿意快筛 另外有一名护理师则是在脸书上发出了求救文 说上班整天戴着N95口罩滴水未尽 晚餐原封不动的带回来 并且愤慨地指出医疗现场根本就是人间炼狱 直问疫情爆发多久了 但是急诊室的困境却没有长官了解他们的感受 不论是社区筛检站还是医院急诊室 人潮总是满满 一线医护上一层层的防护衣 穿梭其中忙来忙去实在没时间喘口气 从院外筛检到院内患者照护都备受压力 护士工会理事长陈玉凤在脸书贴出一名护理师的讯息 表示护理人员大量去诊 但生病还是得上班 形成确诊护士雇阳性病人的情况 甚至为了不让医疗崩盘 现在很多护理人员都不愿快摔 病人也卡在洗诊然后上不去 因为病房也没有人的一个情况 那只是政府一直说可以可以 到底哪里可以 员工不断染疫的问题 这不只是在专者病房 连急诊那些筛检站都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都是持得快筛养而进来筛检站 那病毒的浓度其实是相当的高的 还有一位急诊护理师在脸书发文求救 累宿上班就戴上N95口罩 整天没拿下来代表滴水未尽 晚餐还原封不动带回去 现在一波波阳性人流 不止隔离病房 ICU负压床都满了 下雨天帐篷区又很客难 整个塞不下 连门口车道都摆了流关床 这些急诊室的现场困境 没长官了解感受 降帅无作为 让战场兵荒马乱乱象丛生 已经分不出视线是汗水还是泪水 从打疫苗PCR筛检到患者照护 通通都得靠医护 要是医疗技术超载 等疫情高峰期来到 台湾又该如何面对 目前疫情高风险区的六个县市 医院通通禁止探病 不过台北三军总医院 有护理人员哭诉 一名退役将军的夫人 疑似利用特权连续三个月 每天都能探病超过四小时 而且进出病房 也不用出事快筛证明 甚至护理师告知他 医师还在查房 要稍等十分钟 就被咆哮标骂 当场落泪 对此三总回应家属 是因为担心患者病情 才会情绪激动 后续也会严格的要求 落实全面禁止探病 穿着蓝色防护衣的 退役将军夫人 急着找医师询问 丈夫病情 一听到得稍等一下 夫人越讲乐器在病房大呼 小叫两名护理师 就算被指着彼此标骂 还是耐心安抚 但奇怪的是 现在台北市医院 除了特殊情况 全面禁止探病 这位将军夫人 怎么能想来就来 事发大台北市三军总医院 院方自己早就贴出公告 禁止探病 但护理人员却哭诉 一位退役将军夫人 连续三个月 天天来探病超过四小时 更从来没有出示 任何快筛证明 只是告知医师在查房 要等十分钟 就被咆哮标骂 当场真的难过到落泪 更扯的是主管赶来 也只是安抚夫人 照常让他进来脱口罩 北北基桃高雄花莲 六个县市医院也是暂停探病 指挥中心四月份就宣布 疫情高风险区的六个县市 医院禁止探病 将军夫人却疑似享有特权 还标骂护理师 对此三军总医院回应 家属是担心患者病情 才会情绪激动 后续会严格要求 全面落实禁止探病 不过护理人员 早就不是第一次反应 非得等到事情爆发 院方才肯处理 真的让第一线医护身心俱疲 介绍中的周总林 台北采访报道 防疫保单理赔争议 连日来引爆民怨 许多保护收到保险业者通知 因为有重复投保情况 因此拒绝理赔 立委高家于痛批业者 违反诚信原则 今晚会保险局解释 如果保单已经成立 那就要依照合约理赔 而另一方面 有家长因为孩童被匡列 必须要请假在家照顾 也有拿到隔离书 但是保险业者主张 这些家长是自愿隔离 因此拒绝理赔 受到印象的保护 就组成了自救会 要求保险局替他们讨公道 小孩被隔离 我是主要照顾者 我也跟着隔离 难道是保护比较软吗 是只挑软的吃吗 家长的心声 听起来真的身心俱疲 他们都是因为小朋友 接触确诊者 被匡列后 要在家陪同隔离 无法上班 也有收到 机关署的隔离通知书 想申请防疫保单的 隔离补偿金 却被保险业者打了回票 整个契约的解释 应该是回归 商业保险 它契约的解释 这样会比较 符合它契约的一个 解释精神 我们在风险评估上 认为它可能有传播之余 那我们就会让地方政府 去开立这个 居家隔离通知书 保险业者 以家长是自愿隔离 为由拒绝理赔 受影响的保护 组成自救会 要主管机关保险局 给个交代 那总使是他有买 那个所谓 法定传染疾病的 这个保单 防疫型的保单 这个父母 父母应该是 还是不符 他里面契约的定义 无度优偶 有多家保险业者 启动付投保条款 用重复投保为由 拒绝理赔 也让众多保护 气到炸锅 因为当初签约时 根本没有讲清楚 这个防疫保单之乱 现在已经演变成为 拒赔之乱 那各保险公司 各出其招 用各种奇怪的理由 来拒赔拒保 如果说他今天已经成保了 他就不能再用这个理由去说 我事故发生 以重复投保拒绝理赔 疫情时代 几乎人人都想买份 防疫保单求新安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申请理赔 却屡遭刁难 也难怪保护不满 要替自己争权益 讨公道 记者令刘先生 夏瑞生台北报道 疫情严峻 冲击屏东小琉球观光 游客减少一半 往返屏东跟小琉球的交通船 近期陆续改点 平日减少两到三班 过班船更是从原本五点 提早到了下午三点半 也让居民直说 时间太赶了 很不方便 大厅里只有几个人在买票 疫情升温 小琉球观光 从以往万人登岛变成现在人少一半 大部分游客担心疫情 通通把行程延后 最近都延期比较多 延到六月七月 暑假这段期间 像四月中到五月这段时间 还是有人 但是人潮比较少 从清明年假以后 高坚不到一成 从清明年假到现在订房率惨兮兮 由于现在游客变少 交通船班次也跟着减少 渡过难关 像是往返屏东和东流的交通船 减少两到三个航班 平日末班船 有的业者也从原先五点提早到三点半 平日末班船提早 对有些居民来说 时间太赶不太方便 疫情冲击下 旅宿业惨兮兮 连带交通船业者受到影响 只盼疫情赶快过去 小琉球灌光回温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道 指数人的交通船 区一带交通船